千万不要买这些楼层 买的这些楼层 已经卖不出 一楼顶楼 长到那边 杨卫城 央建城 不能买 诶 是不是很多皇上大鱼 都这样告诉你 我又叫了 无辣没谁走 杨卫城是遥远 根本不存在 而超干城市建设房子的时候 打脚手家的其中一个 都补了就可以 而腰建城只要不是 打官严重 就根本不碍事 但这些价格了 多少的 马上小白 今天就一次告诉你 买法到底怎么选楼层 马上点赞收藏 我只说一次 一楼不临街 还带大花园了 价格是可以考虑 千万不要选择这些临街的 万一开个烧烤店 你就别想睡觉了 噪音档 味道众 二三楼 同理 四楼 除非便宜20% 不然不要买 因为无论在一手还是二手楼 四楼永远是最难出手的 没有办法 自俗的眼光很难改变 你不建议 家里人总有一个会建议 五到九楼 如果是28层的高层 那么就选择南向前 楼具大于50米 或者前面无折胆 不然就不要买了 价格便宜不了多少 冲锋采光都要差不多 最后说顶楼 担心顶楼漏水的 都是以前公立不达标的老之下 以现在的公寓 很多开发商的防水 对了七八年来说 没有问题 而且顶楼一般都会比较大 我看到很多开发商的老板 顶楼是也好的户型 所以你懂怎么选楼层了吗 你又选了几楼 又出于什么缘